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在5月6日下午30揭晓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仍未遏止 本届金像奖采用线上直播的形式 由金像奖主席二东神公布19项得奖结果 少年的你最终获最佳电影 导演女主的奖项 是二项提名最终斩获八大奖 易烊千玺获得最佳新演员 周冬雨拿下最佳女主角 这是周冬雨第二次入围金像奖 第一次获得影后 遗憾的是凭借花椒之外 盛河西谋杀案 双提名的郑秀娅 一共入围了七次金像奖提名 这次再度陪跑 2002年就曾凭同居密友 瘦身男女 终于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